最海失蹤的黑鷹直升機 12號下午2點 順利打撈起來部分殘骸 並在殘骸內發現兩具遺體 在台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及非安會人員護送下 搭乘海巡舰艇 於晚間6點30分 抵達台東富岡旅港 主任檢察官連思凡表示 由殘留的義務判斷 應該是兩位女性 目前由義務來看的話 看研判應該是兩位女性 主任檢察官表示 兩具遺體發現的位置 都在記憶體中斷後方 不排除是護理師 及陪同病患的家屬 但是遺體浸泡在海裡 已經超過兩個月 只剩骨骸 必須再做進一步的DNA檢驗 確認身份 位置應該是在後面 我們研判應該是 護理師跟那個家屬 病患的家屬 那但是因為只有骨骸 那我們沒有辦法確認身份 可能要再做 要再確認身份 就要再做進一步的DNA檢測 看能不能確認一下 黑影直升機失聯事件 有突破性的發展 黑盒子就在打撈上來的 機體殘骸中 非安會將進行判讀 查明失事的真正原因 原始新聞台東市財寶导 台東市財寶导